11月4號的時候,大陸推出了對台26條措施 那推出了之後,我們的民進黨政府迅速的回應了 我們的民進黨政府如果會認為說,大陸推出對台26條措施 是想要企圖影響我們的選舉 那今天就要來聊個到,民進黨這樣說是怎麼樣的 會反而讓他自己陷入了他可能是中共代理人 中共同路人的一個有趣的一個情境 首先,我們要先想一個問題 民進黨政府認為說,對台26條措施 推出來意味著中共企圖影響我們的選舉 那如果說要達到影響選舉的效果 就表示說,對台26條措施 勢必一定要對部分的台灣人有幫助 不敢說全部,也不敢說所有的在大陸的台灣人都能夠因此受益 但是至少一定要有一部分的台灣人會因為這樣子而受益而獲得好處 不然如果說對於所有的台灣人都沒有半點好處 那奇怪啊,那推出這個東西 大家推出來要怎麼藉由這個東西來影響到選舉呢 所以顯然,民進黨政府這樣說 就等於是間接地承認了 對台26條措施,確實可以對於部分的台灣人帶來一定的好處 那再來,更有趣的一個情況來啦 請大家思考思考 如果說今天民進黨政府指控 這對台26條措施是大陸企圖影響我們的選舉好了 那我請問各位,現在在台灣這邊執政的是哪一個黨? 不算是民進黨嗎? 那怪啦 那在民進黨執政的情況下 大陸推出了一個措施 是對於部分台灣人有幫助的 那大陸到底是在影響選舉 到底是想要幫助誰勝選呢? 執政的是民進黨 然後推出來有利於台灣人的措施 怎麼聽怎麼看怎麼聽怎麼想 應該都是在幫執政黨吧 我們回想一下 2011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馬英九總統 國民黨的馬英九第一任總統任內 那但是2012年1月即將要重新選舉 馬英九爭取連任 那但是就在那個時候 2011年的12月 美國當時忽然宣布說 要開放給予我們免簽證的待遇 以後我們去美國不用再浪費大筆的錢 去申請新的簽證 那這本來是一個好事啊 可是在當時我們回顧看一下當時的新聞也好 或是網路上討論也好 就有蠻多偏綠的民眾人士 紛紛在質疑說 美國你早不公佈晚不公佈 偏偏在我們這邊大選前一個月才公佈 你這樣子是不是等於在間接的在幫馬英九助選呢? 因為這樣子就會讓民眾覺得說 在馬英九總統國民黨執政之下 美國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福利 所以表示馬英九做得很好 他的對美關係做得很棒 所以我讓我們想要繼續支持馬英九 讓他繼續連任 在當時就有部分的綠營人士還有民眾 有這樣的感覺 認為說美國這樣子不夠中立 就在暗中在幫馬英九助選 明理案裡的幫他 那所以依照同樣的邏輯啊 今天既然執政的是民進黨 那麼大陸推出來這項對部分台灣人有幫助的措施 如果你認為這是為了選舉而推出的 請問到底在幫的是誰? 大家想想看 假設今天大陸他想要幫助的是國民黨的話 那麼再怎麼樣說 照理說都應該要等到國民黨已經執政了 才給出這對台二十二條等等 有利於台灣的措施才對啊 不然看在我們台灣的眼裡 你今天民進黨執政 不用國民黨執政 大陸就照樣會給我們這些對台灣人的各種福利措施好處 那我們就想說 既然這樣我們就繼續投給民進黨就好啦 反正我們投給民進黨 你大陸照樣會給我們這些好處這些福利 我們幹嘛要為了要得到你大陸給我們的好處 然後要實現政黨輪替轉而支持國民黨呢 這根本說不通嘛 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了 你今天民進黨政府指控大陸對台二十六條是企圖影響選舉 那第一 因為企圖影響 企圖影響選舉 表示說他一定是對於部分台灣人有好處的 否則根本就不可能產生影響力 那第二 對於部分台灣人有好處的措施 在你民進黨執政之下 大陸就已經推出來了 那如果說他是為了選舉 而影響台灣選舉的推出 請問 你是不是在告訴大家 大陸是支持你民進黨繼續執政 所以希望幫助你民進黨 讓大家覺得說 你民進黨執政之下兩岸關係 好像也不錯啊 還可以讓台灣人得到大陸給到好處 大陸希望你民進黨連任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你這樣子是不是很有趣啊 等於間接承認 你民進黨才是中共同路人了 是這樣子嗎 當然啊 在很多綠營朋友的 他們看來一定很難以接受 這樣子的邏輯啊 在他們想像當中 中共同路人一定都是國民黨啊 新黨啊 甚至可能清明黨 反正就是一切藍營政黨 才有可能是中共同路人 在他們看來 民進黨 蔡英文都是最敢跟大陸嗆聲 最敢於對抗 堅持台獨 拒絕統一的 怎麼可能是中共同路人 可是今天 我們依照 民進黨政府陸委會的這一套理論 指控大陸 推出對台二十六條措施 是影響台灣選舉的話 那麼我們推論出來的 不就是這樣的結論嗎 你們要怎麼樣反駁呢 其實今天 我們可以回想到另外一個情況 不只是這一次的局面 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畫面 民進黨自己打臉 自己不小心讓自己陷入了中共同路人的一個 有趣的一個立場 我們回想過去 民進黨他們是怎麼樣子的 面對中共了 國民黨這邊 藍營這邊 大家一向都口口聲聲堅持說 我們雖然是講的是一個中國 但是這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 可是 綠營那邊 不管他們的政治人物也好 或是一般民眾也好 是怎麼樣對於這一套理論 藍營這套理論 冷嘲熱諷了 在他們看來 世界上唯一的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就是對岸 那他們在他們看來 我們這邊 根本就不能代表中國 在他們看來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那 請大家想看 如果說 認為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理論 是誰的理論 這不真是對岸最希望看到的理論嗎 那你民進黨今天 口口聲聲說你們是最敢跟中國大家對抗的 然後又蔡英文最近 今年一直說他要捍衛國家 捍衛國家主權 捍衛中華民國 那為什麼你還有你們民進黨 卻要附和中共理論 認為說對岸的那個中國才能夠代表中國 然後我們就不能代表呢 到底誰才是中共同路人呢 講起來不覺得很矛盾嗎 你們口口聲聲指控藍營是中共同路人 但是藍營所主張的一個論調 其實是跟中共的論調 是對立的 例如我們藍營這邊 還會堅持說 中華民國才是代表中國 可是你們綠營這邊 卻反過卻附和對岸的理論 到底誰才是中共同路人 從過往這種有趣的現象 乃至於這一次 若為會自己不小心講出來的這個 反而指控到民進黨 暗示到民進黨 才是中共同路人的 那套有趣的說詞 希望讓大家重新思考看看 不是說只有表面上 對於中共一再嗆聲 然後堅持說拒絕一個中國的 才是真正的愛台灣 愛中華民國 真正的愛中華民國 依照憲法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法律 我們本來就是主張一個中國的啊 誰說一個中國就一定要是對岸呢 這樣子說的人 是中共 然後是民進黨和綠營 而不是國民黨 誰才是賣台 誰才是中共同路人 希望大家能夠重新好好思考思考 今天就先講到這邊囉 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